2023年洛杉矶国际车展正式开跑 各大车厂齐聚洛杉矶会展中心 展示他们的最新车款 他们也摩拳擦掌 准备迎接未来10天内的大量参观人潮 周四 美国高端电动车 Lucid 2025款Gravity全球首发 提供最多7人座的配置 最高续航里程达到440英里 价格8万美元起跳 车展也揭晓了最受瞩目的 北美年度最佳汽车大奖决赛的入围名单 其中有本田雅阁 现代IONIQ 6和丰田普瑞斯 入围最佳轿车类别 它有一个巨大级新载车 升至57公斤 它也有更多车能力 更多车能力 和比较前代的经济 入围最佳卡车的则是 雪佛兰克罗拉多 雪佛兰索罗德EV 以及福特Super Duty 最佳多功能车友 杰尼赛斯GB70 奇亚EV9 和沃尔沃EX30纯电小型修律车 接下来评委将对9辆入围汽车进行评估 并于明年1月在密西根公布获奖车款 今年车展首次推出环绕式电动车试驾跑道 消费者可以试驾凯迪拉克 保时捷路西德等品牌汽车 获得全新驾驶体验 新唐人电视台 洛杉矿记者站采访报道